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9月19日就有网友爆出 9月29日、30日以及10月1日这三天 北京出京方向的所有火车票都显示售庆 也就是说一张票都没有了 如果不仔细想 或许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北京的车票紧俏很正常 但问题就在于连续三天 北京作为始发站 发往全国至少上百座城市的上千次列车 竟然齐刷刷的在11架7前这三天集体售庆了 我们按照平均一趟高铁载客1000人次计算 全国就按照500个城市计算 每个城市每天发车10趟 一天下来就从北京运出去500万人 三天下来 就是至少1500万人离开了北京 而北京2021年的人口统计 也不过才2200万人口 即便其中包含中途北京转车的概率 按照当下处京方向列车全国售轻的情况来看 难道会有1500万人离开北京 这明显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三天北京发往全国的火车票 真的都被网友抢购一空了吗 我们在强国的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相关信息 唯一一条能够搜索到的消息 是网易财经频道的一条新闻 标题为国庆首日几千两日 北京前往多地火车票售庆 该新闻也只是简单介绍了信息 并没有给出任何评论 因为本身这条新闻的报道 也是在混淆视听 明明是全国的火车票都没了 但新闻中 只是说有十几个主要城市车票售庆 这种新闻就是中共想要干件不得人的事实的橡皮擦 不禁琢磨 当然强国百姓也没多少人会注意琢磨这些细节 只要铁锤锤不到自己 那生活就是幸福比蜜甜 回到这条新闻 如果不是真的车票售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假期前这三天的出京车票都锁定了呢 按照正常逻辑 不是二十大前应该严控进京人员 怎么现在开始封锁出京人员了呢 关于这一点疑问 我的一点分析是 要从交通工具下手 因为目前为止 只封锁了这三天出京方向的所有火车 而飞机航班和高速公路还是正常出行的 那么为什么只封锁火车呢 我们都知道 中共改革开放这几十年 尤其最近二十年 全国大搞基建 高铁运行总里程已经突破四万公里 为什么中共要花大价钱修铁路 建高铁呢 实际上 铁路高铁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兵力运输的重要工具 中共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我们可以看到 在抗震救灾支援灾区等工作中 在今年上海疫情爆发 中共动用部队进军上海维稳时 使用的都是高铁运输方式 快速大范围的兵力调动 可以说高铁是不二选择 说到这里 你会想到什么呢 难道此次出京车子锁定 与各战区兵力调动有关 这一点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 而这也仅仅作为一种猜测和想法 更重要的是 10月9日的十九届七中全会 才是二十大前的最后一站 也是定夺二十大最终结果的最重要的会议 据说此次会议本身 已经成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那么在此次会议之前 是传统的国庆节休息日 那么也就是说 29日30日和10月1日 是十九届七中全会前最后的私扯 而此时停运了北京发往全国的列车 是不是也有一种关门打狗的感觉呢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